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马可福音14章43到52节 昨天我们提到耶稣跟门徒在科西玛尼园 特别彼得雅各约翰 耶稣带着他们 盼望他们可以跟耶稣一同警醒祷告 可以一起面对这个时刻时机 我们知道门徒完全状况外 他们只是觉得累了困了想睡觉 为什么耶稣一直来吵醒我们 叫我们祷告 最后第三次 耶稣就对门徒说够了 时候到了 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我们走吧 看啊那卖我的人尽了 耶稣很清楚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 所以这里也反映了 整个的局势不是失控了 完全在耶稣的掌握里面 掌控底下 说话之间 忽然 这里其实要从门徒的视角来看 对耶稣来讲不是忽然 他早就知道 他接下来要面对的 对门徒来讲 他们一直很困倦 一直想睡觉 很软弱 也状况外 也不知道 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时刻 纵使耶稣讲得那么清楚 耶稣说你们都要跌倒了 而且很清楚地告诉彼得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夜里 就是等一下 今天夜里 不是一个礼拜后 没有 等一下 我告诉你 就是等一下 鸡叫两遍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已经这么急迫了 待会 待会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极大的考验 你们都要跌倒 赶快请行祷告 可是纵使耶稣讲那么清楚 门徒仍然状况外 听不懂 不知道 而这个忽然 你可以感受到 好像门徒们眼睛打开了 意识到有危险 在他们的面前 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 犹大来了 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 带着刀啊 还有一些棍棒 从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那里 与他同来 祭司长文士长老 所代表就是工会的成员 犹大工会的成员 卖耶稣的人 呈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卖耶稣的人就是犹大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亲嘴是一个很亲密的动作 对不对 是一个问安 像拉比的问安 我们大家这里都熟悉 不过我们要稍微往前想 前一刻 耶稣与门徒立约 那个立约的动作 是将丙剥开 这个丙和杯代表 耶稣要丧死之架 牺牲自己 身体被像丙一样剥开 身体的破碎 身体遭受的鞭打 各样的疼痛 所受的鞭伤 使我们得意志 对不对 他的牺牲使我们的生命得着滋润 耶稣他在传递的是 我跟你们立约 而你们要从这个立约里面 得着极大的福分 那个福分就是 你们的生命要得滋润 你们要得救赎 你们罪要得赦免 而你们得那个福分 是通过我的死 所以你可以想象 耶稣在立约的时刻 他基本上是在表达说 我会牺牲自己来成全你们 因为这个立约 这个新约不仅是与神 它也是一个群体性 就是我们一起享用这个饼 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是一起的 彼此之间也是一个蒙约的关系 所以耶稣也让自己跟门徒 成为一个蒙约的关系 所以耶稣在讲 我要为你们死 借着我的死 祝福你们 在今世得百倍 在来世得永生 然后在剥饼 在分杯的时候 耶稣一定也给犹大 他要表明的是 我要跟你立约 我要祝福你 我要成全你 我要帮助你 但是呢 犹大却什么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去把他拿住 牢牢靠靠地带去 犹大来了 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拉比 便与他亲嘴 他们就下手拿住他 旁边站着的人 有一个拔出刀来 在别的福音书 知道是彼得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我们知道 在别的福音书 后来耶稣就把这个耳朵 给医治好了 我们会感受到 这里是一个混乱的 场面 耶稣定义 与门徒立约 定义要爱门徒 为门徒舍命 甚至提醒犹大 要快快回看 而犹大却定义的 要出卖耶稣 中间呢 这个门徒们 特别是彼得 他这时候才明白过来 耶稣前面在讲什么 这真的是一个危急的时刻 他却用自己的血气 要来捍卫 所谓神的果 就把他出刀来 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一个耳朵 可是耶稣后来阻止他 在别的福音书 耶稣阻止他 提到说 神的果并不是靠刀 并不是靠刀枪 刀剑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你们这个时候拿着武器 要来捉拿我 你们是把我当成强盗吗 耶稣在讲什么 他说呢 我天天教训人 同你们在店里 你们并没有拿我 如果我是强盗 你们白天就可以抓吧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偷偷摸摸的来 当然耶稣在指出来 他们的假毛伪善 你们其实就是怕百姓 你们自许为宗教领袖 公会成员 你们自许为神的百姓 是遵守律法的 你们现在竟然 没有任何罪名 控告罪名的情况底下 像捉拿强盗一样来捉拿我 你们这全部从头到尾都是违法的 而且你们是 没有按照当时候 法律程序的 动用私刑的 所以耶稣等于是在指出 他们的假毛伪善 我今天教训人 同你们在店里 你们也在那里 如果我是强盗 你们那时候怎么没有抓我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是成就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所以耶稣要讲的是 看起来好像我被抓了 可是这整件事情 也早就在圣经的预言里面 不过接应上下文 这个经上的话 很可能还是指着 撒加利亚书13章7节的 那里耶稣曾经说的 经上记者说 我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了 因为接下来 这是什么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犹大定义要出卖耶稣 而门徒却软弱的离弃 突然间也记载了一小段故事 有一个少年人 刺身披着一块麻布 我们对麻布 这个台湾人理解就是很粗糙的 可是在当时候 是上好的材料 这个麻布可以是指衣服 或者一个被单 刺身披着 这个披着也可以翻译做穿着 所以很有可能是 这个少年人 他其实穿着一个 布料还不错的麻布衣服 跟随耶稣 众人就捉拿他 他却丢了麻布 刺身逃走了 所以那个画面应当是 大家抓他 那拉着衣服 所以他就很慌乱的 或者是很狼狈的 就让衣服被拿走 然后赶快刺着身子 就逃走了 他要表达 那个整个门徒四散 然后逃亡的狼狈 那有学者说 在早期有人猜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马可 但圣经没有说不清楚 温如河 这里要表达的是什么 不仅门徒都逃跑了 其他的跟随者 也鸟受散 没有任何一个人留下来 只有耶稣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走上十字架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我们前面提到 耶稣他与门徒立约 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那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 他就是要去成就这个约 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 为门徒 为我们舍命 这是立约的血 犹大定义要出卖耶稣 门徒也四散 一个不胜 而耶稣他却 一个人坚定地走向十字架 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 理解那个心情 如果是我们 我们要去爱一个人 那我们的付出 他能够理解 他能够感谢 我们也会觉得 我们的付出蛮值得 比如说我们关心孩子 我们帮助孩子 孩子回过头来谢谢我们 我们会觉得 我们很甘心 但是如果孩子 这个不能理解 甚至孩子背叛我们 出卖我们 那我们的付出 是不是就会很挣扎 甚至会觉得 哎呀我就不愿意 不愿意再这样子给予 耶稣是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走向十字架 也就是 他要显出来的是 这个约的宝贵 这个约的坚定 就是上帝对百姓的爱的坚定 他定义 他知道我们软弱的不得了 他知道门徒当中 有大要出卖他 知道其他的门徒会困倦 没办法跟他一起警醒 甚至会示善 其他的人也都逃离了 一个不胜 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仍然坚定的走向十字架 他要去成就这个约 立约的血 他要去流出那个血 还记得前面在第十章 四十五节 耶稣怎么说呢 当时候门徒在争论谁为大 四十二节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 外邦人的王是来治理的 是来管束的 只是在你们中间 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他说呢 跟外邦世界的价值观 持续不一样了 外邦世界是君王跟大臣 来管理 但是呢 在神的国度里面 是反过来的 谁愿为大 就要做用人 而他自己做了榜样 因为人只来 这个王 马可在介绍一个王 要登基的故事 这个王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他来了 不是要大家服侍他 乃至要服侍人 他自己为门徒洗脚 他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暑假 通常都是臣子 这个士兵 为王舍命 为王死 可是耶稣说 不 是王 为百姓死 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一个 尊荣的 勇敢的 一个王 他却是孤孤单单的 走向十字架 他在为他的百姓死 而耶稣在那里 他不是讲讲而已 他真的为我们 每一个人死过了 不是吗 在神的国度里面 每一个基督徒 耶稣都为我们死了 都为我们死过了 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死 使得我们今天 能够成为 神国度里面的百姓 神的子民 我们看到门徒 真是软弱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 真的 我们没有比较好 求主是恩典名 今天我们已经 知道上帝的心意 而我们的主 今天仍然呼召我们 起来跟随他 效法他的样式 求主帮助我们 再一次坚定我们 他与我们立约 他坚定的爱我们 求主也给我们 这样的恩典 可以坚定的跟随他 坚定的爱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向你求一个 大的恩典 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 什么都不能做 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靠自己的努力和挟气 爱你 跟随你 侍奉你 主你 帮助我们 有没有一个大恩典 使我们可以 专心的侍奉你 使我们可以 全心全意的爱你 使我们可以跟你一起 背识诗家 主求你帮助带领 特别在听活泼生命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 愿你今天圣灵 充满我们 叫我们 深切的明白 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 也真的愿意 起来跟随你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